我28岁的时候有过一阵子就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的一段时光 然后那个回头看来是最错误最糟糕 然后最就是活得最凄惨的时候 我觉得你一定不能为了外界的人和因素去选择这个事 所以就是我觉得动来这时候就是把外界的因素给去掉 我也要动了 你什么手机啊 我明年五月份去了 订好了 去哪里 明年五月份去了 先动完第二个是就是挣钱工作 工作吧 它就算首先它也不会背叛你 第二就算它没有给你带来就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但也都是基本上都是按照你的努力兑现出来的这个结果 没错 我付出了什么我就得什么 你不会像指望在一个男人身上还跟买彩票一样 对吧 真的是 现在是买彩票 起码你在自己身上你做所有的事情成功了你肯定是happy的 但是不成功你可以去认对对对对对你不会觉得很不爽 你赌在一起对啊 这个现在这个市场拿为更加透明 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值得的一个投资了 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好像接触这个事情的人比较少 你说自然完成当然是更好 那万一在这个阶段错过了呢 对吧 没有自然完成干脆就 Sinonada six months ago 这也就是买个保险了 虽然我们就是一个宝贝女儿但是觉得还是让她快乐更重要 alarma 我去美国玩了